星座 摩羯座 处女座 天蝎座 水瓶座 你像这个摩羯座和水瓶座有一个特质 他们是不带搭理人的 传递给你的感觉 让你不知道你跟他到底有什么关系 林心如和霍建华 俩人就弄得他俩都拉了手就结婚了 然后让双方的粉丝都骂起来了 因为他们两个人就是给不到别人恩爱的感觉 什么叫恩爱 腻在一起 黏在一起 天天说我爱你 是不是搂搂抱抱在一起 这个摩羯和水瓶 他都不是这样的人 这俩人配在一起 应该是清道夫式的生活 应该是精神之炼 天蝎座也是有的时候会欺负人 你发现没有 天蝎座在虐别人的时候 或者自己被虐的时候 他享受那个过程 他越喜欢一个人 他就会越容易放开自己 而且呢 处女座也是越轻的人 他越要挑刺 越要挑毛病 天蝎座和处女座 我觉得相处其他就是 你得有一颗强大的心 承受他们对你的攻击 要刺激 然后后两个杀出起来 我觉得你得有一颗疏离的心 永远都知道 这个人我抓不住 所以我是总结了 就是你看我们之前说的 轻松也好 然后中等轻松也好 困难也好 都是这个 都是表面的一些现象 然后我们知道了 这个现象之后 还是要发掘你自己人生训练